大家好,我是徐晓东,今天是2020年的11月2号,北京时间晚上19点多了,今天终于,嘿嘿嘿,今儿终于又聊一个焦点性的人物了,谁啊,金灿荣,金灿荣,金灿荣。 那么东哥为什么要聊他?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从一个中国一介五夫,没有什么太高的学历文化,我就是一个中华人民国王国的公民,有身份证的那种人,我看着金灿荣的所作所为,我发表自己的看法,我的看法没有权威性, 没有代表性,就是我自己说,但是代表我自己,不代表任何人,我也不代表武林,我只代表武林当中的武林人,我自己。 我认识金灿荣啊,是一年多两年前,他应该是18年吧,才冒出来的一个人,这个东西,原来我骂司马南,但是司马南我还给他留情面,因为他呢,打假气功,我还叫司马南老师,直到司马南老师说了我,我也没多大怨气, 而且呢,毕竟司马南呢,他撑死了就算一个社会普通人士,没有那么多的关系而在,他说就说了,放屁就放了,这倒无所谓,但是呢,我表达我的情绪,说说他,仅此而已,但是对司马南,我还是有一定的敬意,为什么呀? 人家也气功打假,对孔庆东,因为我跟北大是有感情的,东哥不是北大学生,东哥2004年啊,就在北大主校区啊,主校区,去那什么,上课,上MMA的推广课, 我人生第一次演讲,就是在北家,北大,西门进来之后,哪个校区,在哪儿,哪个院区那儿演的讲,都是在百年北大里头,我第一批MMA的学员,很多都是北大的,所以我跟,真的跟北大有感情, 看见孔庆东说了一些不太负责任的话,我生气了,我替北大生气了,我来骂一骂,这是有感情的,说东哥, 你跟人大,我在人大也打过篮球,原来我们家住在哪儿,原来我们家住在牡丹园,什么意思,去北航打过球,去北大打球,人大打球,清华打球,北航最多,其次是后来是政法,也去,后来北游,那一片我都去,这样,对人大呢,号称也是国家的什么大学府,出了个金灾荣这东西,我再一看, 这个,还是出生在武汉,主级在浙江,完了复旦大学提供的,你说复旦大学老出这样的优秀人才,来到人民大学,我一看是什么国际关系学院, 有时候来什么副院长,再一看有党委书记,明白了,哎呀妈呀,这个,但是你身为这个,我党的人啊,就是,也不能说话,老不负责任, 今天,我说这金灾荣呢,才那句话,代表我武林中的自己,不代表任何人,代表,大家觉得不对了,这哪儿了,随便的批评,随便的骂,没关系 首先,我反感金灾荣几个事,给大家说,他犯的那些事太多了,第一,我反感他说是,双赢啊,就是我们赢两次 我说,金灾荣,你这个人啊,说话是极不负责任,你又是北大的一个教授,又是什么,这系那系的副院长 国家领导人,人家都说,双赢,双赢就是双方互惠互利的赢 你来一个,就是我们中国赢两次,你这不放屁吗 你这不误导国家我们领导人的话吗 对吗,你这不给他妈的对手敌人递刀子吗 我们要求的是互惠,是双方两国之间的互惠互利 你来一个,我们中国就赢两次,怎么着,气死你 金灾荣,你是吃了金子屎了,还是银子屎了 你妈教你的,你爸教你的 你是五九年,你是六二年,五十九岁吧 爸爸妈妈不知道在世不在世 你爸爸妈妈要在世的话,不照死了,骂你啊 谁教你说这种人话,不负责呀 对吗,人领导人都说,双方复利,双赢 你来给我们赢两次,你怎么回事,你是法西斯吗 现在金灾荣的言论呀,越来越靠近法西斯了 你说人家资马男就算社会人士 金灾荣你算什么 你多少也算一个大学校堂的人物啊 庙堂的人物,虽然你不是进那什么 你幸亏 我们国家政府幸亏没采纳你的意见 幸亏没把你招进哪儿哪儿哪儿啊 没让你当个官 就让你在大学里待着 要让你当官了,操 我们万劫不复 所以这是我第一个反感他的话 第二个反感的呢,就是说这个要制裁苹果 他说啊,金灾荣说啊,要求这个他要是领导的话 他如果是领导啊,人家说的比较严谨 如果领导的话,我就要求这马华腾 马华腾呢,他们这个微信呢,把把苹果给禁了 哎,有苹果手机也不能玩微信 金灾荣,你这话说的你什么意思啊 难道你指向我们当今的领导人 也是指使什么马华腾马云吗 也是管着商界吗 不是啊,人家都说自由通商 你金灾荣什么意思呀 你在抹黑我党我政府吗 对吧 对吗 到现在了啊,我们党政府没有听你的建议 老老实实的改革开放 把苹果呢,也放在那里 人家苹果的云端呢,应该在云南 我没说错吧 东哥不懂,但不能瞎说 我知道你会说 没有听你金灾荣的挑拨 啊,我们把美国手机啊 苹果也进了,看他怎么办 人家任正非的华为手机 人家任正非都说 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个而进苹果 人家任正非老爷的都说 你算干嘛递呀 金灾荣 对吧 你给人家递刀子 人家没接 幸亏没让你当什么 让你当了我们国家就完蛋了 知道了吧 东哥在这里强烈的呼吁啊 有关部门千万别让金灾荣这种人 当啊 当我党或者我们政府什么什么头 当了咱们就完蛋 你要这么说可以让他当 严肃点 我说金灾荣呢 第二个呀 他又说这个我们这个大国崛起 美国不在了 日本也不在了 我们跟日本怎么比啊 我们蹲着都逼日本高 怎么办呀 欧盟不在了 欧盟全体加起来都不到我们 多少多少分之一 就是给所有中国人民一个误导 那我是练武的 我觉得本科以上的人都不应该相信金灾荣的话 虽然说他是人民大学的一个教授吧 但是一个狗教授 只要是正经的学过的大本以上的都知道 你胡说八道 我们中国在争争日上的发展 我们强烈的希望跟各国交融 跟各国学习他们的监禁的工业知识啊 高科技啊 网络什么的 我们没有盲目自大 只有金灾荣这种人 瞎子大 毁我们 所以金灾荣受众的群体是什么 我一个练武的傻缺 练武的傻缺武林人认为啊 就是那些高中没有毕业的 整天 这个万岁那万岁 还吃了吃不饱饭的那帮人 才给金灾荣这样的傻缺加油 金灾荣维护的这种群体 但我真没想到堂堂的庙堂之上 人民大学的什么什么系的副院长 居然只能让这帮人来拥护 那真正的高知识分子 谁搭理你金灾荣 对吧 这个我也想不通 什么大国崛起啊 这不带那不带 太恶心了 完了之后第三个呢 我比较想不通的 就说他这个这个 我们跟美国之间啊 早晚有战争 有战争呢 美国打不过我们 那我们中国的房价没问题 我们发射导弹 美国发射不上来 你你你他妈以为你在月球呢 我操金灾荣 你太牛逼了 你这么说话 你真的不爱抽啊 完了紧接着又说 美国这打不了我们 怎么打我们啊 我们无敌 他打不过 孙子 你难道没听说过天外飞仙吗 咻咻咻咻咻咻咻 人家美国导弹长眼睛的 砖打你这样的 金灾荣 我告诉你 真的打你就打你 强烈支持打你 知道吗 所以啊 他们就说啊 就说这个 说这美国跟中国这个武器 凭什么中国跟美国开战啊 那习下来都说 我们跟美国搞好关系 对吗 你金灾荣算什么地 你敢误导我们习下来的收东西 你敢吗 中美友谊万万岁 对吗 所以金灾荣鼓动中美战争 鼓动核打击 这要消失 我消灭我们人类啊 金灾荣这种狗只要打死他的 这就是瞎旺旺的狗 主人没让他旺旺 这种狗瞎旺旺 怎么办 被乱棍打死 早晚的事 我就说 刚发现 金灾荣 老妈美国 儿子出国回来 留学回来了 哪儿啊 美国留学 你牛逼别去美国呀 你跟人家司马南也一样 说美国别去呀 回来去哪儿实习呀 去我们那儿 胡主编那儿实习 就要实习 你说 完了 我在那儿的媳妇 我就琢磨一下 同志们 你们找找金灾荣 他儿子采访一下 说你爸爸这么整天 疯疯癫癫的叫嚣开战 你爸爸是不是汉奸土匪 卖国贼 给人家递刀子的 最后他妈的人家打进来了 他一握手 同志 所以我觉得金灾荣啊 没有压力 他已经连已经 这边不要连 这边二皮连 已经无所谓了 所以大家可以问问 他儿子有没有压力 他儿媳妇有没有压力 生出来一小宅 是不是金灾荣的死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这个霍不齐妻儿 我只是呢 替他这个金灾荣的儿子呀 感到担忧 有这么一爹 缺缺缺 缺根脑袋 缺根钱的爹 你说怎么办 我呢 其实大家要 不上推特 你们不上那个油管 你们就百度 咱们就支持国货 你们百负查一下金灾荣 这种就是胡说八道的嘴脸 胡说八道的说话 鼓动中美开战 又鼓动他妈的进苹果 又鼓动不让卖稀土 又鼓动他妈的打台湾 打台湾的又鼓动啊 全力死啊 我们跟台湾不是开战 跟美国开战 最后台湾二十万台军 那对我们来说就是肉 那个是同胞 我们什么时候都会说 我们尽量和平统一 不要提打打杀杀 你金灾荣 你是一个人民大学的老师 你居然挑唆 国内挑唆 让中国人打中国人 另外你又挑唆 让美国跟中国打 你他妈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 如果他妈外星人在的话 你是不是挑动我们 他妈地球人跟外星人打呀 金灾荣 所以我就觉得 我呼吁 首先跟金灾荣 在北京他们家做邻居的人 尽量早点搬家 要不然天外非线 咻咻咻咻咻 我说过长眼睛的 对吧 另外呢 我也呼吁金灾荣的儿子 儿媳妇能走走 别在这他待着 出不了国呢 咱国内去 远离你爸 真爱生命 要不然也是 真的一帮人砍 把你儿子砍死也不合适 我呀 我想了好久 就说说不说金灾荣 后来我也想不对 金灾荣给他定性啊 他不是一个 我是一个爱国的 我支持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政府 金灾荣不是 金灾荣是害国贼 他就是把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政府 往万劫不复里推 他就希望 咱们的国家政府呢 孤立到全世界 被全世界的人 别说群殴了 就是针对全世界的人 当敌人 金灾荣你这样 你早晚啊 真的 你看你生了儿子了 那你生了孙子没皮眼 有皮眼长脸上 真的 你不不为你的自己 后代着想 你以后真的是 被万人唾弃 金灾荣 你的墓碑上 活不了什么好名字 早晚没人绝了 东哥说的事 就这么简单 所以大家有这 金灾荣 他儿子的这个威信 或什么的 把这视频箱给他儿子看 东哥跟你不认识 无怨无仇 我也希望你一切顺利 活得好 远离你爸 应该你爸是你亲 不是你是你爸亲生的吧 应该是 远离你爸 有可能还不是亲生的呢 怎么有这么一爹呀 小心 我今天做这个视频 我也是真的无奈 就是我不想发 很多金灾荣的视频了 大家也看了这些 我不想发了 不大 现在我也没有结论 我们只能到明年初 看一看 对吧 如果是明年 围绕着台湾问题 开始冲突 那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 他就会影响很 那比那个贸易严重 知道吗 不是两回事 那么如果是明年 没控制好 就发生贸易摩擦 不是就军事冲突 那个 那我觉得就台湾挺惨的 我们会把台湾打下来 明年就动手打下来 军事上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打了 知道吗 今天就可以打 军事上没有问题 现在 这个 对于我们现在 这个 是美国 政治八卦 去固执台湾的话 这就不是变成台湾 打过你 不是不是不是 今天我想动手 因为对台作战 从来就是不以台军为主 从来以美军为主 这个准备 我们已经完成了 这个 会冲突到什么 咱们有一个应该有一条线 不能冲过 那看美国的反应 我们会那个 就是让美国别介入 如果美国介入 那我们就反击了 反击的结果 可能美国会军事失败的 这么告诉大家 我们大概就是很短的时间 可能几个小时 美军在东亚地区 所有的军事基地 都会被我们摧毁 就几个小时 就他七十年 那个 投的钱都废掉了 包括在日本 他已经没有能力了 是吧 就是我们用导弹对轰 他肯定是输掉了 我们导弹非常厉害 中国导弹绝对世界第一 那个 而且那个十一啊 就是过几个月 会给大家看那个东风时期吧 就是十六上面 加一个超音速弹头 二十倍音速的 这个一部署 就是东亚地区 美国所有的军事基地 就是几分钟 就没有用了 第一次翻过去 就是他没有用 就是你的雷达呀 你的指挥中心啊 你的弹药库啊 你的机库啊 你的跑道啊 全给你摧毁了 这个 然后唐姆来也没有影 唐姆来就给你打掉 实际上已经美国 进攻我们能力就没有了 知道吧 那我们要进攻台湾 像我们二次的 现在消灭台湾 二十万军队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个 只不过就是什么呢 他就是有 历史代价 道德代价 知道吧 啊 他就是二十世纪了 你还打那么多人 对不对 台军我跟你说 二十万人呢 在我军面前 就是一堆肉 他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 这一点呢 美国台湾都低估了 包括我们国内支持 也都低估了 现在就是蹲下来 你个子也别日本高啊 对不对 所以你就物理上 掏不住了嘛 对不对 原来小宝宝是可以掏的 现在你这个 大块头 你怎么掏啊 对不对 人家说 美国人说 早看见了掏 看你们好多知识分子 都在美国 英国训练的 一天到晚 讲那个民主啊 自由啊 那晚上没什么用子了嘛 你没有工业 就没有就业吗 对不对 没有就业就没有教育啊 你投个什么票啊 这不是瞎搞吗 这个 这是一个poison 那是个毒钥子的吗 完全是害人的吗 这个 你的饭都不给人家吃 教育也没有 啊 你说 你投票都解决了 那不是害人吗 那个 是不是 这是邪教啊 这是邪教 真是邪教啊 我不想发了 但大家在网上都能看 都能看得见 所以金探荣 现在股东的是那些 无知的 无产阶级 就是 不能这么说 就是纯无知的人 屁都没有的 完了下机动的那帮人 粉红 小五毛那帮的 真正我觉得大学 本科毕业的 99% 都觉得他说一傻逼 所以最后我给他定性呢 首先文明点定性吧 东哥呢 身为一个武林人 认知非常的低 学历也低 我只是一个武林打架 但我身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的公民 我来评价和表态一下金探荣 首先我呢 装腔做事的 往文明点说 金探荣是个害国贼 把我们的国家给害了 给我们的人民洗脑 害我们的国家的人 让我们国家走向深渊 万幸我们的政府 现在没有听他的 还没有听他的 还没有听他 所以张金探荣以后 你早晚里外不是人 我们英明的政府早晚弄死你 因为你太能挑逗 那么那边美国呀 西方也早晚也弄死你 因为你呀那太急把坏 你是两边不找好 早晚死不上任之地 所以你是害过贼 这是往高老说 往平庸的说 市井的说 金探荣在徐耀东的眼里 就是傻逼 如果非要在这个傻逼的两个字 加一个头衔的话 就是大傻逼 金探荣 大傻逼 逼民万岁